步骤 早安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直轮日拙的频道 从去年的冬天开始 北台湾就一直疯狂的下雨 根据气象局的统计 截至2月22号台北只有6天没有下雨 在基隆更是一天没露 相信住在北部的朋友头上 应该都快要长出香菇了吧 相信很多人在家里 其实都只有一件防水外套 还有一双雨鞋 于是今天我们就要挑战用一件外套 还有一双鞋子来完成五天的一周穿搭 在开始之前先帮我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的新影片咯 那今天的防水外套是去年秋冬推出 来自NICO M的运动风防泼水连帽外套 整件外套是以黑蓝色的拼接色块组成 蓝色的防泼水面料带有淡淡的光泽感 而在比较容易磨损的手肘等地方 都使用了黑色的防泼水抗撕裂布料 整体的耐穿度还有搭配性都非常的高 鞋子的部分则是我手上这一双 来自HOKA O'Neone的Bundi 7 也是购入之后就被我疯狂穿出门的一双鞋子 关于这双鞋子的细节呢 未来有机会会再拍这影片 会选择它的原因呢 是因为全黑的鞋款真的是雨天的神器 没有之一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套穿搭 第一套穿搭的主题是 约会的一天 我们都知道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外表当然需要好好打理一下 第一次约会我通常会选择有领子的单品 来呈现一点微正式的感觉 在上衣的部分 我选择了一件来自去年 UNIQLO春夏U系列的灰条纹衬衫 这件用深浅不同的灰色 堆叠出的条纹质感真的是非常的棒 在上一次的衬衫穿搭影片里面 我有提到穿着衬衫内搭时经常会扎起来 但因为想要呈现比较活泼的气息 我选择用露出比较短的白色内搭 来取代扎衣服 裤子的部分选用了来自JKS的A6宽裤 这件宽裤的布料采用抗撕裂格纹 版型上是裤挡很长 大腿很宽的宽裤 但在小腿的部分又有微微的收窄 搭上这件宽裤可以轻松的达成休闲感 为了避免比例被宽裤堆积的裤管拉垮 我把裤脚往上折了一卷 让裤子的长度刚好落在鞋子的上方 最后在配件的部分 我搭配了一顶去年UNIQLO和JWAnderson联名的老帽 牛仔蓝的布料配上黄色小花的刺绣 让整体的造型更加活泼 呈现出一种大男孩的感觉 第二套穿搭的主题是图书馆的一天 那既然要去图书馆用功读书赶报告 应该一坐下来就是整个下午甚至一整天 那就必须穿得舒适一点啦 第二套穿搭的全身单品都是比较柔软的材质 上衣的部分选用了来自Ballpool的滑夫格高领上衣 如果有在接触Cityboy穿搭的人 应该对Pin Skateboard这个品牌不陌生吧 同样来自中国的Ballpool和Pin的风格相似 但Ballpool给我的印象又更加内敛文青一点 更加适合我日常穿着的风格 正经的布料是从去年开始就非常热门的滑夫格纹路 整体的手感相当柔软轻敷 很适合一整天的舒适穿着 那由于上衣的衣裳比较长 为了不让下半身的比例被吃掉 我选择搭配饰品来让视觉的重心再往上移 还能为穿搭增添非常多的独特性 再来裤子的部分呢 和第一套的上衣一样 都是来自去年UNIQLO春夏U系列发售的深棕色棉裤 这件棉裤不像UNIQLO一般款的棉裤 无论是材质还是版型上都有更优秀的质感 较高的棒数让这条棉裤上身的效果非常的挺 但穿着走路的时候不会感觉到明显的重量感 上身的感觉非常舒适 最后在配件的部分 我选用了一顶简单的 来自Loyke Foyer的羊毛毛帽 来呼应全身单品的柔软质地 第三套穿搭的主题是寒流来袭的一天 在低温来袭的时候 单靠一件风衣 应该是很难抵挡这个寒冷的天气 所以我选择了一件轻型的羽绒背心 作为额外的保暖层 这件颜色非常高调的羽绒背心 是UNIQLO每年都会推出的极清羽绒背心 虽然轻薄 但是保暖力是相当的足够 这件背心附赠了一个小的束口袋 可以将羽绒一折叠之后塞进去变成一颗小球 非常容易携带出门 而黄色和蓝色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颜色组合 亮色系的背心穿搭暗色系的风衣里面 为穿搭增添亮点的同时也不会显得太过张扬 再来裤子的部分一样是来自JKS的A8防坡水画家长裤 在寒冷的天气如果裤子被雨淋湿 进到有空调的地方应该会直接冷到刷起来 那这件防坡水的尼龙长裤刚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般市面上很少能看见尼龙长裤和画家长裤的结合 再加上膝盖部分的打折设计 让裤管在堆叠时的形状能够更加立体 宽松偏直筒的版型很好活动 也是今年阴雨不断的秋冬季节 我最常穿出门的一条裤子 最后在配件的部分 我选用了和上一套一样的毛帽 来增添整体穿搭的保暖度 第四套穿搭的主题是出门探索的一天 连续下雨的天气应该让许多人都快要发霉了吧 这时候应该有不少人会趁着雨比较小的一天 想要出门散散步提振一下精神 上一的部分我选择了来自B-SIDE的变形虫图文大学梯 这个品牌是我去年秋冬第一次购入之后 就直接爱上的台湾品牌 他们家的单品是我很喜欢的宽松街头风格 在设计上却同时带有点Urban感 CP值也非常的高 而刚好变形虫图灯又是我超级喜欢的图案 在网站上一看到马上就购入了这件上衣 裤子的部分则为了呼应上半身的街头感 搭配来自今年UNIQLO春夏U系列的女装宽版牛仔裤 也就是我之前开箱影片介绍的那一件 虽然这件事非弹性不了 宽松直筒的版型 让穿着这件裤子时依然非常好活动 我选择让宽大的裤脚堆积在裤子上 让整体的风格呈现比较帅性的街头感 最后在帽子的部分 由于全身的颜色都是比较暗的黑色还有蓝色 我选择了一顶卡其色的Adidas老帽 来让整体的造型不会太过暗沉 上方刺绣用抽象化的方式重新诠释了三叶草的logo 也让整体的穿搭增加一个可爱的细节 第五套穿搭的主题是短暂出门的一天 既然是短暂出门的一天 那自然不需要太多的精心打扮 在简单舒适的前提下加上一点小细节 就可以完成一套有质感的穿搭 上衣的部分选用了和第三天穿搭一样的JKS白色长袖素T 搭配来自UNIQLO的棕色圆领针织背心 这件背心我特别拿到了XL号来呈现比较休闲的氛围 在换季为良的季节是非常实用的单品 裤子的部分则是上次UNIQLO省钱攻略有提到的U系列直筒工作裤 这件真的是去年秋冬系列的宝藏单品 我猜应该是因为官网的照片拍不出它的质感 导致最后降到了590都还没有卖完 这件的布料是非常细致柔顺 带有光泽感的幼鼠皮布料 不过不要被它的名字吓到 幼鼠皮其实是一种棉质 经过特殊的编织还有加工所做成的布料 我个人是相当喜欢这种布料的质感 硬挺的布料搭配直筒裤管的版型 可以有效的拉长腿部的比例 为了让整体的穿搭不会太过单调 我搭配了一个来自Storywear的丹宁胸前小包 Storywear是来自台湾的一个零废气设计品牌 他们家的单品几乎都是由二手的丹宁布手工重置而成 而这个小包的size刚好放了下公车卡 1.0钱 还可以再放了下一个蓝牙耳机 非常适合短暂的出门使用 袜子的部分则用了Uniqlo的提花图腾长袜 来呼应丹宁小包的图案 并用卷裤管的方式微微露出来 增加一点穿搭上的细节 不知道今天的五套搭配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套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 我自己的话应该会选择的是第三套 因为自从我开始接触穿搭以来 我就非常喜欢像那件羽绒外套一样 带有光泽感的亮色系单品 只是我平常的搭配风格 基本上比较少会穿到那样的单品 所以如果有把亮色系单品传出去的一天 就会觉得特别开心 这应该算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喜好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可以帮我按赞订阅 在左下角也可以follow我的IG哦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 bye